各位中心网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心网记者李秋莹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国展中心的5.2号馆 昨天我也来过这边 这边在昨天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听到现场是工人们正在建设 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的现场可以说是一个出具模型的状态 那工作人员刚才呢也跟我介绍到了 部分场馆呢今天晚上可能就要交工了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现在场馆的准备情况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国展中心的6.1号馆 这个位置刚才工作人员已经介绍了 这个位置呢要在晚上的7点左右要交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 现在的情况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床铺已经全部就位 包括床山用品已经全部就位 目前的时候能够按照要求具备交工的条件 可以来带我们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面前的这个呢 它是相当于对家就是就是整个的一块 就是一间 然后一间呢是四张床 然后床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1米8乘0.8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 这边呢已经把这个床铺给大家铺好了 然后刚才工作人员也介绍了 晚一点呢会有这个洗漱用品 给大家放好做洗漱包 然后这个位置就是每个床头都会被的这个插座 那我们也去过其他馆 每个馆可能都不太一样 但是三个我感觉应该是够了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两个 就这个床头柜远看了还有别的颜色的 这个你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这个因为这个方舱医院呢 因为这个材料时间供系比较紧 时间也比较紧 材料整体运输是比较困难 所以说定制了很多很多这个家具的厂家 包括床头柜的厂家 所以每家的厂家的存货可能就是颜色不一样 但是我们肯定我们是跟着每个区 放着同一颜色放在一起 不同颜色是不可以放在一起的 就是相当于我们其实是因为物资比较紧张 所以我们现在定到什么 就先按照颜色先给它分散 对对对 那这边呢就是我们6.1馆的一个情况 后面我们可以看看其他馆 因为每个馆的进度都是不一样的 像现在看见的7号馆和8号馆 昨晚临时加床 把空间使用率最大化 边上还有工人现场组灯 不久这些东西就会出现在床头柜 5号馆的话破了部分床上用品 中间八局还贴心赠送洗漱包 床头插头也已经供电 USB连接口这个蛮贴心的 还有床尾装了呼叫铃 方便后续入住方舱的患者们 在我们探访的时候 多次遇到了场内的消杀人员 他们每隔一个小时就会进行一次消杀工作 确保施工时的场地安全 这边呢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些情况 工作人员介绍啊 从9号开始这边所有的场馆将会陆续的交付 希望这5万张床铺能给我们上海后续的疫情减轻负担 然后在这里还要跟大家说一句 就是我今天来看到的 就我这两天来看到的工作人员真的非常辛苦 谢谢全国各地的持员 也谢谢工人们辛苦的努力 能够让我们看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成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